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开车行进东岸高架 转弯处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有一辆货车 疑似为注意前方的车辆状况 驾驶又边捡手机边开车 结果一不小心 就直接撞上前方的特斯拉 紧接着推撞前方的三辆轿车 造成了五台车连环撞 行车记录器拍下 好端端的在等下扎到 但突然猛力撞 整个车震动 从另一个角度看 五辆车连环撞 就停在东岸高架桥上 造势的是蓝色货车 车头引擎盖脱落 被撞的前方轿车 仔细一看 是百万电动名车特斯拉 发生五台追撞的事故 那经警方初步分析 是因为自小货的驾驶 他因为捡手机 所以没有注意到 前方停等红灯的车辆 造成追撞 车货地点 在东岸高架桥北上出口 驾驶一试为注意前方车辆已经停止 加上为保持车距 蓝色货车直接撞上前方的特斯拉 接着追撞另外三辆车 其中有一部知名的进口车 遭后方追撞之后 再去推撞前方的车辆 造成车水稍微严重 远景货报道场 协助特斯拉驾驶送一急救 由于东岸高架北上路段 车道出口刚好是一个弯道 警方提醒驾驶人注意路况 以免发生事故 记者黄绍铭接龙报道 同样是意外消息 地点是发生在中传路 有一辆在行驶中的机车 被路旁施工的怪手手臂 给砸到机车龙头 这个机车上的两个人 是当场摔车倒地 还好没有大碍 停在路边的蓝色机车 车头整个断裂 往后倾斜90度 而后照镜也被撞到不见 而造势的就是这台 停在路边的挖土机 3号下午5点多 周姓骑士载着儿子要回家 骑车行进中传路 没想到怪手手臂突然掉落 就这样不偏不倚的 砸中机车车头 警方诉后调查怪手之前 有故障送修 当天拖车再回事故现场 疑似油管突然爆裂 怪手手臂直接坠落 刚好砸中骑车经过的 周姓副子 造成两人身上多数插伤 那一部小型怪手 由运送的工程车 要死下地面时 那怪手手臂 疑似故障 手臂掉落地面 不慎撞击路过的机车 那造成人车倒地 机车骑士跟后座小孩 身上多数插伤 本所远警拒报前往处理 协助消防人员送医 索性伤势并无大碍 那造势者承诺 负责一切的赔偿 好在周姓副子送医检查之后 没有大碍 而闯获的怪手驾驶 当下承诺会负责到底 只是好家在怪手手臂 当时命中的是机车的龙头 没有打到人 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记者黄烧鸣金融报道 又到了报税的季节 近期受到疫情再次升温的影响 国税局金融分局 更加落实实名之外 财政部今年也首度推出了 手机报税的机制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身份证或健保卡 都可以先借一下分计 谢谢 民众到国税局金融分局 不但要戴口罩量测体温 还需要扫描身份证或健保卡 才能进行报税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升温 国税局方面不但比照去年设置户外 及一楼服务区进行分流 更全面实施实名制 希望有效维护纳税民众与同能安全 今年我们严格的采那个实名制 那所以说来的纳税人 记得要带身份证或是健保卡 而来登陆 那我们这年的报税 也是在一楼 尽量是在一楼来做 辅导申报的位置 所以说不要动用到电梯 那我们在外面也做了一个帐篷 就等候期 让纳税人可以在外面等候 收件也是在外面 为了避免民众集中到税务机关报税 造成群聚感染风险 财政部方面也提供了六种线上报税方式 包括今年新推出的手机报税服务 民众只要开启报税网页 按照步骤 就可以在家轻松完成报税 手机报税的话就很方便 大家人手一机 就可以用手机来报税 那以前的话是要报税 要自然人凭证 或是说要健保卡注册 或是要取得查新码 那今年不用 用行动电话来认证 那你在家里就可以申报 搜寻到我们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系统 然后再输入手机板 选择手机板 然后点选我要报税 然后用行动电话认证 然后这时候只要输入你的手机统一编号 还有你的业者的那个名称 那再输入你的手机门号 然后再输入健保卡 就是你的健保卡左下角有12码 你把它输入进去 然后再输入你的验证码 然后进行身份这样验证 那确认了以后呢 就可以下载你的所得跟扣除 以及完成报税 而在税付优惠方面 今年基本生活费也提高7000元 来到18.2万元 是历年来最大调幅 基本生活费今年是调高到18万2 如果说可以试用的话 那也是一项优惠 过税局方面也提醒民众 今年报税期限 已经恢复为原本的一个月 欢迎纳税医务人 使用手机等线上方式缴税 不但省时方便安全 还可以参加额外抽奖 何乐而不为 记者张祈腾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道 农历3月23号 妈祖生 七堵庆祭公 特别在七堵区六个里 举办七堵骂 绕境活动 沿路有许多信众 涉香案 供奉鲜花素果 祈求妈祖保佑和家平安 鞭炮声响起 七堵骂下午1点准时起假 在七堵区信仰中心 庆祭公主委 柯金彪陪同 以及市议员杨秀玉 和张耿辉亲自扶暖下 农历3月23日 妈祖诞辰这天 七堵区中心 信仰中心庆祭公 特地在七堵区六个里 举办七堵骂 绕境活动 保佑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疫情早日消散 沿路更有许多信众 涉香案 供奉鲜花素果 祈求妈祖保佑 和家平安 重大的绕境游行 QQ 我们条顺国泰民安 台湘一切顺利 增加台湘的公采 因应疫情升温影响 以往都由随乡民众 自由参加 陪同妈祖绕境 今年庙方限制 随乡民众人数 并且采取实名制登记 大约只有三四十位随行闹进 由于庆祭宫今年刚好建功六十周年 庙方预定在七月三十一日 举办庆祝活动光彩地方 今年刚刚建功六十周年 我们在国立七月三十一日 农丽六月二十一日 有基盘六十七年的刑 我们八点半一直到 10点这期间都有活动 欢迎勾敢先行来参加 谢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母亲节快到了 基隆市七堵区特地办理 母亲节的感恩表扬活动 表扬个礼及原住民 总共二十一位模范母亲 同时向全天下最辛苦付出的妈妈 致上最高的敬意和谢意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热情地 向得奖的模范母亲献吻 感谢妈妈们的辛苦 市议员张耿辉同样亲自到场 向模范母亲致上最高敬意 市议员苏仁和秘书林昆明 以及市长秘书曾宜芳 和立伟蔡世音秘书等人 也都到场和模范母亲合照 献上祝福 母亲节快到了 基隆市七堵区 110年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在七堵区行政大楼礼堂举行 包括基隆市长林又昌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以及七堵区的议员和里长们 都到场祝贺 献上祝福 温馨合照 在这边祝所有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那母亲节一年也只有一天 不过我们做子女儿 应该是每天都要感恩 母亲的一个付出跟奉献 所以应该365天 应该每天都是母亲节 我们用同样的心情 来谢谢妈妈 今天七堵区提早几天 办理模范母亲表扬 虽然现在议会在开会 不过还是要赶过来 来祝福我们今天 受表扬的所有的母亲 也来这边祝福所有 天下所有的母亲们 大家永远健健康康 大家母亲节快乐 除了向模范母亲至上最高敬意 一向喜欢小朋友的市长林又昌 更不忘记和到现场表演的孩子们 以及老师一起合影留念 感谢他们娱乐大家的辛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隆市代表队在110年全国原住民运动会中 表现相当杰出 不但在传统拔河的项目获得了二连霸 并首度在捶球女子五人赛中夺金 基隆市长林悠昌特别宴请这群优秀的教练级选手 也期许选手们能够持续努力再创夹击 选手们拼尽全力以鼓作气 顺利击败对手拿下金牌 两年一次的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商 金融市代表队取得三金四银二统的夹击 超越上一届的成绩 不但在传统拔河男子组 及男女混合组两项完成二连霸 吹球项目在女子五人赛还首度夺得金牌 基隆市长林悠昌特别颁发奖状 更设宴款待这131位选手及教练 感谢他们为基隆市争光 原住民族的我们同胞们 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热爱运动 而且在各项运动 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那今年我们基隆市呢 特别是在拔河的这个项目 表现得非常的忧郁 而且得到二连霸 那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明年三连霸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在更多的一个 原住民族大家喜欢的运动项目 给予更多的一个支持 也希望大家多多参与 这个体育的相关的活动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长林助理表示 教育处年年提升体育发展经费 在选手比赛器材及集训费用上 也持续增加 希望让选手人无后顾之忧的专心练习 协助基隆体育实力更上一层楼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您知道什么是藏茶吗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一场 古语亲子藏茶藏茶的活动 期待这一场亲子活动 能够让大众体验茶禅一位外 更能传承佛光同君的日行一善 其行三好 什么是藏茶呢 就是将为喝完的茶心置入茶昌中 并将心愿或是对他人的祈许祝福 写在宣旨上 与茶一起密封 再与好友相约佳琴 或者是数年后 共同开封品名 选在古语节气 佛光山极乐寺举办了一场 别开盛面的古语亲子茶禅藏茶的活动 让佛光同君感受幸福的殿长美好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等到未来小孩长大了 我们再把这个茶开封 然后配合今天留下来的照片 相信对孩子来讲 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玩 一年后就可以把茶拿出来喝 借由亲子间大手牵小手 让小郎同君们 如斑鸠玉翼建峰的拙撞成长 传递满满的希望 尝茶 那么重要呢 是让大家能够从茶里面 去涵养自己的一个品格道德 那心能够静下来 那细细的去品味 人生这一杯茶 那我想会更不一样 副委长林沛祥也特别到场参与活动 将敬意封城 意义深远 不只是让我们像是我们成年人 可以多了解 多感触有关茶文化 茶文化之外 那对于说小朋友 也是另外一种文化上的学习 价值观上的传承 在镇镇茶香中 亲子写上祝福语 戴章藏茶后 由妙庄法师引导大众攻读 为佛光儿童祈愿文 祝福同君们 都可以获得无畏不至的爱心 及安乐幸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防汛期即将来临 内湖区公所在内湖路三段 护国延平宫旁 举办土石流及山坡地 老旧聚落防灾疏散的避难演练 模拟台风来袭时 防灾应变小组 协助民众疏散 以及救援遭到土石流 受困的民众等应变措施 要在台风来临前做好万全的准备 降低灾害所造成的影响 中度台风彩虹来袭 受困的患者 消防员前往该指定区域 进行全地的台湾抢救 台风增强为强烈台风 造成土石崩落 里长通报灾情 消防队立刻抵达现场进行搜救 顺利救出伤患送医治疗 透过各单位的横向联系 第一时间反应灾情 让灾害降到最低 内务区有四条潜式溪流 有三个保全住户区块 分别坐落在我们的壁山里 金瑞里还有我们的港华里 那我们是每年都轮流到 三个地方去做演练 演练的目的最主要是 要让民众保全户 他知道说他是保全户 还有第二个他要知道说 万一海洋来的时候 他要怎么去治救 还是要怎么去求救 那第三个也要让我们 所有的参与待会 能够知道说灾害来的时候 我们要去怎么去 大家协调合作 能够把灾情捡到最低 尽快的保护我们的市民的 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 演练项目还包含灾后复原 道路抢通以及任性社区 灾害应变小组 跨离支援抽水机具等 并且模拟各种疏散状况 包括协助弱势居民 和语言不通的新移民人士 进行疏散 劝导拒绝疏散的民众撤离 以及协助居家检疫 且有发烧症状的民众就医 另外也邀请区域内的团体 及学校参观演练过程 增加社区民众对防灾的认识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 在哪个地方演练 把周遭的小朋友邀他们一起来参观 从小能够教育他们 防灾自救的观念 那我们每次演习 每年都会邀请当地的学校 还有一些团体 像我们这次有金融发展中心 因为有时候我们碰到灾户 也有可能家里面有一些是 失能还是说行动不方便的一些长者 那我们也是需要让他们来参观之后 才知道说 反正有求救的单位要怎么打 还是打到我们的一面中心 还是他自己要怎么先做 自己的自救的处理 历时将近一小时的防灾演练 动员了辖区内消防警察 以及礼办公处等人员参与 区公所希望透过防灾演练 让各单位随时保持警觉 做好灾害应变的准备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展出的 炎田千春 战斗的灵魂 这一档特展在2019年东京森美术馆展出的时候 是轰动一时 侧展人是亲自飞来台北市来布展 包含了数件大型的装置 雕塑 行为艺术录像 摄影 素描 以及舞台设计及相关的图稿等 邀请观众来细细体验艺术家 25年来超过100件触动人心的创作 炎田千春 战斗的灵魂 由日本东京森美术馆馆长片刚真实策划 是国际知名艺术家炎田千春 创作生涯至今最大型且全面性的展览 目前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展出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应邀前来致辞 表示台湾防疫工作有成 在许多人的努力之下 展览顺利如期举行 让大家不用飞到日本 就可以在台北看到2019年 日本最受欢迎的展览 台湾では今回初めての展覧会だったので 来るのも初めてだったので すごく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した 森美術館での展覧会の巡回展なんですけども 巡回展本当は間にインドネシアもあって オーストラリアも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コロナの関係で延期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それ… 台湾の巡回展がもうちょっと後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コロナの対策がすごいよくできてるんで 巡回展がすごいの予定通りにできたことは本当に嬉しくて 本当に感謝してもらって 本当に感謝してもらって 展覧展出炎田千春最為人所知 用無数細線纏繞空間或物件的大型装置藝術 企圖牽引観者穿越無以名状的雜念思緒 在他自裸出的微度中展開身心靈的旅程 然而在2017年左手展覽首战時得知癌症復発 也让他更加關注靈魂与身体生与死的命題 普段定覧会に追われていると 定覧会が終わって次の定覧会ってやっていると 自分が死ぬことっていつか忘れていたんですね でもこの定覧会が入った次の日に 私ががんになったことを知って 自分の命の限りがあったんだと思って 普段の死について考えることは多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より自分の肉体がなくなった時に 私の思想とか気持ちとか感情とか どこに行ってしまうんだろうというのを より考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し 死と寄り添いながら作った展覧会っていうのは これが初めてぐらいで 死が近づけば近づくほどより生きたいって 生きていきたいこの展覧会を絶対成功させたいって この展覧会を絶対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んですよね 炎田千春战斗的灵魂自即日起到8月29日 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 北美館特別規劃数場位 不同年齡設計的創作工作方 欢迎民眾鎖定北美館官網查詢 記者林喜慧台北報道 再来是医療消息 有一位57岁的女性一年多来 两侧的乳頭常常有蜜乳的現象 但是她的小孩都已经20几岁了 因此这个脑神经内科医師就提醒 有此症状的民众要尽速就医 因为很可能是患有蜜乳激素肿瘤 过了生育年龄却有蜜乳現象 小心是蜜乳激素肿瘤 有脑神经内科医师门诊发现 一位57岁女性有蜜乳现象 刚开始因为羞于其齿而搁置不就医 没想到逐渐出现头痛 伴随视力模糊才急忙就医 被诊断出脑下垂体有3公分的肿瘤 压迫到是神经 若不及时手术甚至有生命危险 去蜜乳激素肿瘤它形成的原因 目前并不清楚 那主要当然还是发生在成人 那女性是比较多 那男性也有 那所以如果在男性的话 它也会造成这个乳房的肿大 但是异常蜜乳的现象比较少 那主要是会造成一些性功能的障碍 那女性当然也是一样 它会有一些这个性功能障碍 所以造成它没办法怀孕 所以根据医学研究 就是说如果有异常蜜乳 加上这个不孕症 那尤其是有头痛 视力模糊 大概70%就是 所有的这个肿瘤 其实它形成都是多重原因的 那当然我想研究到最后 基因总是逃不了的一个根本的因素 但是外在的环境 比如说压力啊什么 这可能都是会让所有肿瘤细胞 容易形成的一个普遍常见的原因 蜜乳激素肿瘤会造成异常蜜乳及不孕现象 且容易造成视神经压迫及阻塞性脑水肿 虽然大多是良性不会移转到其他器官 但毕竟在脑内会影响全身许多重要分泌功能 所以提醒女性若非孕产其却有秘乳现象 千万不要休于就医 以免延误病情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欢迎准时收听 HOME PLUS TV 光先上网加有线电视799元起 再赚看片金2400 申办首月通通免费 手刀抢办 学生想打工听说要先办卡还要先买东西 瞎腿有的还要先缴钱要缴证件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怎么这么奇怪耶 小心有陷队 让我告诉新鲜仙人 寻找打工资讯要记得三要准备及七步原则不让假讯息危害你 要陪同或告知将可险恶请亲友陪同哦 要确定检视真才广告内容是否合理 要存疑主动搜集征才公司的资料 不缴钱还没赚钱怎么先花钱 不购买又不是参加购物团 不办卡是要帮别人打业绩吗 不签约别傻傻的被卖了 不离身又不是笨蛋随便给证件 不饮用是去应征不是去聚餐 不非法工作千万不要胡搞瞎搞啊 快把这三要七步口诀多念几遍 这样才会聪明分辨真假讯息 打工才会有保障啊